占2020总统大位的只能有一个 韩国瑜 郭台铭 究竟谁最有胜算 独派大佬成立的台湾制线基金会 发布最新民调 民调假定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定参选 2020进入三强鼎立 假如国民党推出韩国瑜 在韩蔡科三人赛局中 如民进党派出蔡英文或是赖清德 韩国瑜分别以35% 34%的支持度 领先蔡英文7.4个百分点 和赖清德3.5个百分点 而假如蓝军若改提名郭台铭 不论民进党是由蔡英文或是赖清德上阵 郭台铭的支持度都是垫底 现况的总统大选的民调 我身为高雄市市长 肩膀上有高雄市市民对我的期待 我没有办法参加 连清律民调都出现这样的结果 推韩国瑜比推郭台铭 对国民党最有胜率 或许这方面也反映 所谓的民意所趋 这梁家文 严禁宇 高雄报道